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型宋律上门家居房产 蹭饭专修 Lewa的Room bar 那今天呢 带大家来上海徐慧苹江蹭个饭 顺便看一套金装房 提到金装房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点PTSD了 为啥呢 大家还记得咱们上一次去嘉定星城 看到那套金茂府金装房 那根据我后面对屋主Max的回访啊 刚结束拍摄没几天 他们家就已经漏水漏的门花骤人了 然后一大家子带着老人孕妇孩子 只能出去租房住 其实屋主老中和他的妻子舒尔 在去年年底收到这套金装房的时候 对金装秀也是非常不满意的 大家看图片就能看出来 还是那种让人窒息的上古轻舌夫 然后他们又多花了20万重金 对整屋进行了软妆的改造 那最后他们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呢 金装房到底值不值得被拯救 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 哦对了 今天还是有礼物的 因为他家有三只猫 所以跟猫有关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看这个电梯间 就很奢华 东北大澡堂的 哈喽 哈喽 老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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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尔 我觉得舒尔比照片上看还好 是是是 好看 说明我的这个摄影技术不是特别好 对 有很多粉丝或者朋友见到我都说我不上镜 是吧 浪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洋楼啊我觉得比视频上看起来还要更帅 这个做成花字打上去好不好 哇 你们家的视野也太棒了 我这一开门就能看到姜 还可以对吧 哇 然后这个花就是你们自己 对 自己养了 自己养了 然后是舒尔选的盆子 小狮子 嗯 哇 你跟这个家的配色好像了 哈哈哈 哈哈 完成打卡 然后接下来由舒尔和老钟 详细带我们一下 好的 嗯 从玄关看啊 就是这个门你们是没有盖的 因为它是一个木门 隔音性不是特别好 而它颜色感觉相对你们整个色调来说 是不是有点太深了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 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突然间想把门都给人忘了 最开始的时候最纠结的就是 整个家里面的那个黄色系 太重了 所以就导致我们可能就忽略了这个门 这个玄关是 对当玄关的作用 是一开门了以后就见到这个浆面嘛 就觉得好像中间还是在视觉上有一个遮挡 对啊 你看这个花是甄嬛 这是甄嬛 不然我家门口又会放假花 哈哈哈 这种生活的情趣跟品质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 这边是我们的餐厅 对 然后整体的这个风格也是选了跟家里面比较 比较匹配的这种古铜色的一个色系 底下呢是比较偏意识极简风的桌子 这个灯具都是你们后期在配的 对对对对对 全是后期配的 都是我拍板然后订的 哈哈哈 它这个颜色其实是会跟它这个颜色 这个同条的颜色 对跟这个同条颜色是非常匹配的 精装修的风格能够尽量做到统一 对对对 会有餐边柜这种东西吗 你们感觉没有 这边是一个隐形的一个鞋柜 对 它关上了以后整体就是看不见的 收拉式的这种鞋架是自己配的 是 这边也是一个储物柜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你们其实没有餐边柜的 但是你们餐桌上也是一点点都没有 对比较干净 没有平常还是有放东西 今天你要来 所以我们自己来了给这个收拾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客厅 好 我们没有设计电视柜 所以说整体显得空间会更加大一些 和两个沙发也算是我老婆非常喜欢的 这个贵吗 178000的样子 它是真皮的 对对对 但是你们家敢买真皮的沙发 猫不会抓吗 其实还好 你只要在沙发底下 不放几个猫抓板 他们就不会去抓了 然后我发现你们家也是用的很大的地毯 其实我是很喜欢大地毯 大地毯就真的感觉很气派 它是那种氛围感的 对啊 这个椅子你可以试试 在这可以看电视打个游戏 对对对对 你平时打游戏吗 对我平时打游戏的 而且这个还可以拉吹 哇哈哈哈哈 啊 边看电影就边睡着 对对对 还是很介意的 女生都会买一些摆件吗 对对对 你会买一些什么呢 就是我呢 是一个对于香味比较敏感 而且比较看重的人 但这个味道感觉刚才整屋的过程中 我没有很明显的觉得 算淡香吧 我发现数码买的东西很多都是很有雕塑感的 对对对 很精细 对吧 你包括那个花瓶 还有那个摆件 还有你的那个茶杯 对对对 我挺喜欢这种东西的 就是看到它的时候 你心情就会很开心 是的 如果是精装房 我也会很关注它的地板 也没有什么变色 也没有什么裂纹 是是是 总的来说比金帽府要好很多 哈哈哈 真的好很多啊 所有的精装交付的这个大理石地面的话 其实都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嗯哼 就是同样一个楼盘 我们其他也有一些邻居说这个 有色差或者是碎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说 大理石的这个精装交付的 一定要让开发商先给你抛一次光 因为很有可能会反解 大理石这个东西 对其实是非常就是你好 像包括这个背景墙嘛 也是做了这个贴纸 采用的是一个日本的叫山岳的一个材质 就是先是贴一层 然后在中间再来中间的这一层贴上 正好就可以把它的缝隙掩盖在这个里面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 我有注意到 你看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详细 成本多少了 成本的贴纸大概在1万5左右 1万5 像这边这个门就是它原本这个颜色 当时我们咨询过贴膜的师傅 他说这个比较难贴 因为它里面还有凹槽 然后包括像那个门 它也是有不规则的这种纹路 所以说非常难贴 但是这个门你看它质感是ok的 对 但是还是颜色的问题 大家想想一下这个黄色 现在如果是整屋全是这个黄色 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可以达几分 这个就是开发商的宠备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业主的宠备 这个主卧这边他做了一排柜子 然后这一排柜子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收纳的空间 这个柜子也是 主要是这个贴纸 通过这个贴纸 完全改变了整个视觉的焦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整体的 哇 这个采矿 这个房间相对出来会大一些 整屋的收纳其实也不多 我们两个都是这种断舍礼吧 我们处女座 你们俩都是处女座 两个处女座的结合 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 比较龟毛 对 比较龟毛 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小豹子 它叫小豹子 它非常有这个镜头感 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其实比较小的一个梳妆台 是偏美护肤美妆 医美政博主 对吧 根据我们惯常的理念来看 可能会有很多化妆品 护肤品什么的 因为都是我的洗手间里 镜子的这些变数可以多大 啊 也不多啊 你的化妆品跟护肤品 完全不是像是一个 因为我对于护肤的一个理解 我也是觉得要精致 然后要是 对 它这个主位是一个暗位 这个是它的一个缺点 但是整体它会特别的大 大概有五瓶 有个五瓶 我每家有浴缸 我都会问你的问题 就是你们的浴缸的使用平均高吗 我们不会泡的 哈哈哈哈 从来都不会泡 可能在这边洗帽的次数多一点 包括整个淋浴房 这全是都是开发商的配置 对 开发商的配置 看得出来这个质感不错 但是就是这个颜色 是 它一定要带点黄 对 看到表情就 嗯 非常嫌弃 对 行 我们来看看刺卧 然后你们刺卧是为什么会做上下床 刺卧是这样的 因为整体它的那个风格是比较小的 说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会过来 或者说以后有孩子了以后 就想的比较远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败笔吧 刺卧上的问题 我觉得有部分原因 也是你们精装修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你看它就是它这个包边 对 那个实在是太厚了 包边真的起码有20厘米 对对对 这面墙有20厘米 那面墙有20厘米 加你的40厘米 是 其实现在大家的收纳空间 真是很珍贵的 嗯 你与其要包边 我宁愿要一个40厘米深的贵 对对对对 是的 慢慢看 厨房 菜做好了 待会我们可以 今天吃的饭要做好了 哎 其实你们厨房大 对对对 厨房挺大的 整体它是博德堡的一个橱柜 米勒的酵具 然后加格纳的冰箱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隐藏式的冰箱 隐藏式的冰箱 升开门的冰箱 我觉得这个冰箱好看 对对对 这个冰箱好看 对这个冰箱 而且它下面也特别特别大 你们家东西真的好多 对 很生活 这个厨房的颜色搭配是正常的 厨房基本没做大的改动 然后就是在这个工作阳台 我们是做了一些柜子 这个全屋应该是 这个柜子是你们唯一家的 唯一家的 基本上你们洗衣啊收纳的功能 全放在这 对的对的对的 那这个柜子够用吗 这个这个柜子够用 里面就是放一些像什么 清洗 然后一些带森啊这些东西 对OK 行 哎呀真的是 聊了半天 开吃吧开吃吧 真的我觉得 这么大今天一个大成功 好的 好 术尔是深圳人 对 我是成都人 跟戴老师老相 对对对对 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学会冰江这个 当时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附近 片的整体的氛围 我很喜欢 包括冰江的这种休闲的氛围 这个金装说实话 你们心底里满意吗 就当时那个状态 如果是从它的一个风格上面的话 我们肯定是这个不满意的 因为太这个old fashion了 我认为你们的改造是成功的 嗯 谢谢 起码配得上这个将军吧 哈哈哈 谢谢谢谢 对 小伙伴们也可以提意见 就它最活跃了 对啊 它是最不怕生的一只 是什么 多猫家庭带来的很多困扰 就还是在打扫 宋尔儿的是吧 这就是我 哈哈哈 请教我圣诞老人 这是一个某品牌的 哈哈哈 地盘 故意窗帘的这个清洗机 我有认真看树尔的那个知乎 嗯 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说是那时候树尔腰不好 嗯 猫毛很多 每天要自己去打扫 对对对 我觉得有有个这样的工具 我觉得会好很多 会好很多 会轻松很多 是的 改造这一块 你们会有遇到很麻烦的事情 装搭配的时候 其实就一个人说了算就好了 嗯 如果是情侣之间 或者说夫妻之间的话 其实会比较容易吵架 我跟我先生就 然后关于要不要买这个沙发 这间有过很多次的枪鱼 哈哈哈 真是 反正老婆的 always ride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老中平时的工作室 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里面 啊 就一家 回到家会有心情或者时间 足够的时间享受这种 呃 其实会比较少 可能更多的是周末的时候 然后会在家里面 你周末不加班吗 周末现在不是 不准加班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周末平时的 就是主要的经历放在哪边 我其实算是一个斜杠青年 啊啊啊啊 我是主要是负责一些电视剧的宣传统筹 我的这个斜杠呢 就是我平常会在网上分享一些 自己对于 呃美容护肤这方面的一些 算干货吧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一下 那对我这种上镜脸大 哈哈 然后显胖 显矮的这种 没有没有不显矮 不行 有没有换一个摄影师 哈哈哈哈 浪浪心理欲惊 哈哈哈哈 我个人没有容貌焦虑 我都上镜丑就上镜丑就换 哈哈哈 现实生活中帅就可以了 对 一定要记住刚才六娃说 他没有容貌焦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要留在上海对吧 然后成都人 然后为了是爱情对吧 当然美好的爱情就是双向奔赴了 对吧 一起努力去营造一个家庭生活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他想太多 就努力往这个目标去实现就好了 是 当然上面那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哈哈哈哈 真的非常感谢舒尔 还有老钟啊 跟我们无私分享他们的家 也特别谢谢你给我们带的礼物 哈哈哈 真的非常需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热论角度 还不错的话不妨 点赞 投币 收藏 一键三连 我是刘娃 关注我 和家庭 一起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